哈喽大家好,我们潘,我是潘大帅,来我们来观赞一把爷,看一下这把爷怎么打,爷这局四杀,这道阵容修的虽然说比较快,但这道阵容的一个救人能力非常的弱,抓到一个就四杀,好吧,闪现开,然后抓一个,然后穷者来一波就全部倒地,四抓,剧本都写好了,看怎么来演习,机械师没找到,第一个人是勘探,一刀抽刀没打中, 这个点位勘探员,我感觉交磁铁容易取消插刀啊,这打一刀取消插刀,然后再一刀先知两枚给伤,倒地,然后来救,又没来救,又没来救娃娃呀,对吧,黑炭一刀,然后一个震慑,躺下,躺下,完成四抓啊,就这么一个剧本,已经想好了,爷你加油,剧本都帮你写好了,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,一个磁铁封路口,这边弹一手,他应该是,哎呦, 吸一手,好的,哎,再弹,取消插刀呢,取消了,闪现好了,这边,哎,还有机械师的娃,机械师的娃,哇,节奏好的飞起,一刀打,漂亮,机械师的娃啊,这边闪现拿机械师的娃,我觉得也不亏,或者放个黑炭什么的也可以,啊,他这边是丢,哎,把娃赶走了,其实这里放个黑炭, 然后人往下挂,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啊,这个地下室,挂镜舒服了呀,平局起步,增三增四,耶,厉害了,我们看用兵救不救啊,这个阵容,呃,整体上来讲,如果不救的话,是有机会去保平的,如果救呢,得看救出来的一个结果了,哎,直接传娃过来, 来,楼梯上面,黑炭,补出来,这里,这个黑炭,追着看探员,打佣兵,应该是一个护币往外跳,落地先打,再追,佣兵,好的,两刀,看探员,这里倒的话,不倒,那个,地下室,倒在外面,倒在外面,你要一个机械师来救,也不好救,好,这边是过来,要追一个双岛,兄弟,你这么凶的吗,哟, 这一波是真地有点凶啊,直接一波双岛打完,看一下娃娃摸看探员能不能摸起来,摸不起来,这个局感觉已经结束了,哎,哎,他不没找到吧,摸起来了,摸起来还能打,因为有闪现,鸟也没有了,看探员这里扛不住这一波的,丢娃过来,给上了火, 你闪出去我闪现一刀,二挂,佣兵还没起来,虽然说这一波是摸起来,然后逼出了厂长的闪现,但结果上面来看,依然是一个厂长保平真胜局啊,佣兵那边被摸起,但是没有摸好吗,其实我觉得可以摸好,慢慢的来盘了, 这个局势已经是可以选择卖掉看探员来保平了,电击的话确实还是修的比较快的,看上去四台,但是有三台大遗产,这边在操作娃娃,先知这里总不可能说再去捞一波吧,捞一波是没有任何的必要啊,这个先知想要捞看探员容易送进去啊,板子破掉,我们看一下,传回去,一个次元斩,呀 黑炭架住,先知吸鸟帮忙扛,看待会有磁铁,走位走位,一刀,总不可能强摸吧,摸不下来,没扛住这一刀,没扛住这一刀,被摸好了,那这样的话,三人满状态,电击剩下也不多,还能打,还能打,尝尝我们看一下,没带,没有带底牌的,闪现闪到底,那要用两个娃来控两边的门,虽然说我觉得穷者机会不大吧,但是可能有那么多, 那么10%到20%的一个保平的机会啊,剩下的就是三抓四抓了,你说这个局穷者想要三跑是不可能的,就看有没有机会保平了,佣兵现在手上面一个护臂,厂长单追佣兵还不太好处理,外面借尸翻了一个魔术棒,先知点掉二楼的电击,娃娃这边的遗产待会队友补一下,其实还差一点点了,还差一台啊,那台电击估计也是一台遗产, 因为开局是一个四修状态嘛,所以说本身就是差一台新机,这台新机应该是救完人以后就中间有点过的,现在借尸在修了,修了一台新机,弹走,先知二楼电击能点开,这边一波船压过来,佣兵没有任何的道具,但这个佣兵上话是可以接受的,借尸这边电击压好以后,先知可以再救一波人, 看一下这边,佣兵什么时候倒了,两个人包过来一刀,好,要守电击,要守电击,这个局长长要赢的话,守电击的一个赢面很大的,他如果守电击能够管住戒尸电击,应该是一个宝三针四,那么如果抓这个先知的话,也可以,也可以,这里两刀太快了,直接是可以把这个先知挂进地压室,然后佣兵本身对吧, 吃的刀就有点多,自己是起不来的,或者说这边,借尸过来摸,也可以,也可以,借尸摸完以后,这台电击要点掉,然后还要去小房再点一台,还再点半台电击,差的真的有点多了,那大概率一个四转,大概率一个四转,这边丢完,丢过去,哎,落地,找到,闪现在手,先打佣兵, 白板佣兵,借尸,尝试去捞一波先知,这先知估计点的是,那个,假妹啊,这屁股有点铁,但是这边有啊,守着的,过来,一切过来,然后放黑探防守,一个四抓,爷还是厉害啊,爷好猛, 一刀落地,回身退,再打,挂飞,然后那边去,找到佣兵,把佣兵挂上,完成一个保三针四,或者这边,这佣兵其实起来要很久的,或者找到戒尸,直接寄到以后,逼穷者投降也可以, 这把长长有一说一啊,装住了机会,主要是勘探员那一波的磁铁,给到了第一波机会,然后从这个危机点开始进行的一个滚雪球啊,滚到后面的话,其实勘探员那里, 用兵吃双岛,勘探员被找到,虽然说摸起来了,但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的话,基本上求生者就已经是没有任何一面,只有保平的面,再将长长后续的节奏抓得好,那么完成了一个四抓啊,结实这边的足迹被发现, 小伙子你可以啊,怎么的,还要还要还要用追猎,来来来玩一波,闪现收尾,砸你个头,放黑炭, 黑炭不听话,走了,反走,他总不可能要放个地窖吧, 应该在玩了,那我们就不看了,好吧,爷祝你以后排位把把连胜,涌上巅峰,呀,还打了,好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拜拜